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是7月21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提摩泰前书》五章三至十六节 主题是 敬虔的寡妇 现在先读经文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若寡妇有儿女 或有孙子孙女 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 学着行效 报答亲恩 认为 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度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寡妇既在策子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 接待怨人 洗圣徒的脚 救济遭难的人 揭力行各样善事 至于年轻的寡妇 就可以持他 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 他们被定罪 是因废弃了 当初所许的怨 并且他们又学习懒惰 挨家闲游 不但是懒惰 又说长到短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家人 生养儿女 治理家母 不及敌人 欲骂的把柄 因为已经有 转去随从撒旦的 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他们 不可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 那真无依靠的寡妇 当我今天密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第三节就说到 要尊敬那 真为寡妇的 既然这里说 真是称为寡妇的 难道有假的寡妇? 其实跟回下文就知道 不是有假的寡妇 只不过有另一类的寡妇 是与别不同的 真的寡妇 能够显出上文所说 追求敬虔生活的特点 反过来 不是这里所说的真的寡妇 就好像第六节所说的 好言乐的寡妇 在神的眼中 他是算为死的 虽然他的生活照上 有好言乐的特点 但在神的眼中 算为死的 亦都不算为真寡妇 那真寡妇 是怎样的呢? 照着提摩太前书四章 七到八节这么说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虎方妙的话 在敬虔上 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小 唯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司徒保罗勸勉提摩太 要在他生活之中 操练敬虔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些说话 都要在众圣徒当中 去宣告 去教导 而今次宣告 和教导的对象 就是教会里面那些寡妇 原来寡妇 都要学习 操练敬虔的生命 圣经这样说 一个真为寡妇的呢 司徒保罗在教会里面守望 发现这些敬畏神的寡妇 是怎样的呢 第五节说到 独居无靠 即是有些寡妇 她虽然死了丈夫 没有了丈夫作为 她生活上的依靠 但是她家里面有儿孙 可以帮助她 度过日常的生活 但如果去到一个地步 连儿孙都没有的时候 她是独居无靠 那这种寡妇 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圣经就说了 这个真为寡妇的呢 是养赖神 当我们读到这一道的时候 就很清楚 很直接 就会想到一件事 既然她已经无依无靠 那这种环境 更加吹发她的生命 心思 来到神的面前 单单仰赖神 不断地祷告 祈求 神每日的供应 这个是固然合理的推论 但我们再看后文 我们就知道 原来真为寡妇的 有人守望发现 他们不单止 显出专心养赖神的特点 还有一件事情 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来 以到我们会觉得 很诧异的就是 寡妇竟然能够 这样敬虔导日 第九节 寡妇记在策子上的呢 就是那些能够被记录下来 成为美好榜样的寡妇 这个信仰见证的呢 就需要有这些条件 六十岁 并且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但你留意 第十节这样讲 他说有行善的明星 而且里面 关乎行善的明星 就有些例子就是 养育儿女 还有呢 接待软人 即是说一个寡妇 养大儿女 已经相对其他的妇女 有丈夫可以依靠的 已经相对来说 是艰难得多 但这一批的寡妇 他能够照着圣经所说 敬虔导日 不单只是生活当中 专心养赖神 而且他还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不是单单顾自己的事 圣经说 这帮敬虔的寡妇 他接待软人 有软方的人来到的时候 他能够开放家庭 去接待他们 给他们住一住 招呼他们 还有洗圣徒的脚 在神家里面的人 他能够谦卑 洗脚 接待 服侍 还有 是救济 遭难的人 寡妇的生活相对来说 已经是艰辛的了 但他还有额外的余力 和钱财 去帮助那些遭难的人 还说到 揭力行各样的善事 可相言之 圣经这一道所说的 寡妇能够照着圣经所说 操练敬虔 这一切不是因为他本身有这样的能力 而是神的恩典 大能 敬畏神的道 存在寡妇的心中 他不会因为他的生活 被别人差 而灰心失意 埋怨神 反过来 照着神的话语 去连率人 去帮助人 因为他专心 仰赖神 和昼夜 彻底的祷告 如果我们跟上下文 我们就可以推敲到一个重点 他的祷告 不是单单为自己 也都为神的国 也都为到 他如何服侍 神家里的人 这个寡妇的祷告 是蒙神月纳的 然而 有一批寡妇却不是这样 保罗说到 有些年轻的寡妇 他们不能够操练敬虔的道 他们 体贴自己的情欲 他们在家中 竟然习惯了懒惰 他们的舌头 不是操练敬虔 而是继续容许自己 说长道短 好管闲事 甚至说一些 不应该说的说话 可想言之 不是个个在教会里面 称为寡妇的 就一定会操练敬 敬虔的生命的 甚至当时保罗说 已经有不少的人 随从了撒旦 可想言之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 提醒教会里面的寡妇 是因为就算生活 是怎样艰难 这种敬虔的操练 都是迫切而需要的 否则 生活上 很容易漸漸 偏离真道 随从那恶者 享受世界的现乐 因此 我们就知道 无论在神家里面 哪一类型的圣徒 就如今天所分享的寡妇 都是要在世操练敬 敬虔的道理 和生活 让神的恩典 能力 真理 保守 属神的寡妇 当我今天 灵修完这段经文之后 我就有以下的祷告 天父啊 感谢你 值今天的经文 使我知道 你不但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 也是使寡妇 能敬虔度日的主 按上你寡妇的生活 往往比一般 仍有丈夫可倚靠的妇女 为艰苦 但你的恩典 不但使他们 和他们的儿女 得以存活 更使他们 在你的恩典中 仍存坚勻的信心 尊仰望你 纳致 操练敬虔的生命 靠你 并照你的旨意 写力行线 甚重不生缘 这实在是奇妙可为 天父啊 我知道 这一切 全是你的恩典与大能 因为有不少的寡妇 离开了你 和你的道 听从那恶者 并尋求自己的快乐 因此 寡妇能持守敬虔的道 不是必然的 父神啊 求你顾念今天 在神家中的寡妇 照你的大能和恩典帮助 那些存着信心 求告你名的寡妇 使他们在真理中 得蒙光照 写力行线 愿我和他们一样 在生活中 凡事专心 仰赖你 敬虔到日 祷告 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了 与我们一生 学习敬虔的道理 操练敬虔的生活 愿神 都顾念在神家里 每一位的寡妇 和无依无靠的人 再见